除了南台灣的小黃要漲價 這連鎖鍋貼店四海遊龍今天就開獎了 每一顆鍋貼跟水餃都漲了大概0.5塊 而湯品類的部分也調漲5元 至於飲品還有這個部分的小菜也調漲5塊錢 甚至連同班美食也撐不住 新本市板橋知名的油庫口麵線 每一個品項的麵線跟香腸各漲5元 等於一份麵線加香腸的套餐就漲了10塊錢 一整排金黃酥脆的鍋貼 再搭配一碗熱騰騰的酸辣湯 讓人看了口水直流 只不過民眾現在又得多花錢了 繼八方雲集漲價之後四海遊龍也跟進 把兩間店拿來比一比 八方和四海的單顆鍋貼 水餃各漲0.5元 另外八方的麵食漲5元 湯品每漲 而四海則是麵食每漲 湯品漲5元 而且部分小菜 飲料也是漲5元 現在不只連鎖餐飲接連漲價 就連同班美食也撐不下去 香腸在烤網上烤得滋滋作響 再來上一碗商氣四溢的柯仔麵線 是不少老饕心目中的完美搭配 只不過因應援物料上漲 價格實在撐不住 這間位於新北板橋的油庫口麵線 明年一月一號開始 麵線品項 香腸漲5元 等於一個麵線加香腸透餐 就漲了10元 溫物接漲民眾似乎已經習慣 法務部跨部會物價聯合積茶小組 展開第二波積茶行動 鎖定近期漲價的九間連鎖餐飲業者 現場積茶 將持續溯源查明中上游供應商 有無通台價格等不法事實 就是要幫民眾的荷包把關 避免再度失血 華視新聞傳遙齊 張道勇 台北新北報導